兩種,一種我們先來看一下按鈕 按鈕,第一個我們是直接按下去 它自動幫我把剛剛的公式輸出到指定儲存格 然後按下它,OK 第一個,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而且前面寫的還蠻多,程式就三行而已 第一個的話,我們來把它看一下 直接一樣在VBA環境下 記得一樣先插入一個模組 在模組裡面我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我叫月考公式,月考公式好了 按確定,再來的話,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13列 所以這邊13 到從 a 13 向下追蹤 所以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我想這個寫的還蠻多 而且我特別強調說 你偵測的話,最好先確認一下 ctrl 向下,會不會停在這 如果不是的話,那你可能要確認 你如果底下,像這邊本來好像 你如果沒有這個空白列 假設啦,原來是黏在一起 那如果你用 ctrl 向下 你會發現會多一列 那當然你有幾種方法 就是要不就是你怎麼樣 插入一個空白列 把它的資料怎麼樣 隔開來 就是它跟這個說明隔開之後呢 當然它就不會卡住了 另外一個就是乾脆把底下的東西刪掉 反正就是不相干的東西不要放一起 這個才叫一個範圍 ok 所以上下追蹤之後的話 那我們得到什麼 得到它是哪一列 那我特別強調 你可以點下去,這邊其實都會自動提示 所以你可以用選的 後刮鬍上下左右去選 向下追蹤到的那個什麼呢 列有沒有 那你直接用選的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你用選的,那保證不會錯 因為它裡面提供給你的 那如果你自己打的 反而比較容易出 因為之前呢 其實這程式並不複雜啦 可是有同學就自己打 最常出現的錯誤是這個 XL 常常打成1啦 這個是XL 而且最好是真的啦 還是用選的啦 選的真的是一勞永逸 保證不會錯 所以盡量啦 那以色料裡面很多地方 都可以讓你用選的 那我們要輸出到哪一籃呢 輸出到I欄 假設我這個I欄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Sales ID的I欄 寫法我想前面都寫過 輸出這個公式到那個儲存歌裡面 所以我的習慣先打雙引號兩個 然後怎麼樣呢 把公式貼過去就好了 那只要你按照那個標準SOP 基本上要寫錯的機率幾乎是等於0 有沒有 其實這東西其實啦 你只照那個標準流程 當然你可以先貼上去之後 讓它run一次看看 如果run沒有問題 那表示OK 再來修改什麼呢 我剛剛講了兩個原則 第一個 裡面 裡面喔 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沒有 所以不用管 第二個的話呢 把那個列號改成I 那怎麼知道這個列號要改不改 其實有個簡單的原則 點這邊跟點下一個 如果有變更的 那就是需要改的 有沒有 13 點下面 14 這兩個 OK 也就是這兩個 你把它改成I就好了 改I的原則我前面也講過了 有沒有 口訣就雙引號兩個 一到中間 and兩個 再一到中間 打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把and前後 加上空白 改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這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然後再把這個貼到這個13 因為做法一模一樣 你不用重做了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直接再把它怎麼樣 執行一遍 有必要放這裡面 按上面的執行 結果看到了 可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小數點 那如果小數點呢 我希望怎麼樣 不要小數點 那剛剛的做法是選這個範圍 然後怎麼樣呢 常用裡面 點一下這個 這個減少小數點 可是問題 如果你還要再做一遍 變成 好像又多一個動作 所以如果你希望呢 把剛剛這個動作 也變成VBA程式的一部分的話 那有什麼做法 一般的做法是這樣 其實呢 剛剛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希望 儲存格輸出一個 就格式 什麼 格式化它 一個減少小數點的話 那基本上 它的邏輯在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裡面呢 你要知道一下 如果是 一個小數點 就0.0 那如果整數的話 其實就是裡面 它的那個 置地裡面 就是一個0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 你希望針對 這個儲存格 輸出的時候呢 順便也 格式化成 整數的話 那這個寫法 特別是要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下面再加一行 就針對什麼呢 針對這個Sales 這個儲存格 那我講過 特別是要Sales 你就打一個這個Sales 但是呢 其實你要針對某一個儲存格 你要先把刮壺放過來 不過呢 你如果放刮壺之後 你點下去 它不會提示 所以我前面好像有特別講過 就是 你可以先 找到你要的那一個 格式化的屬性 特別是要按右鍵 出的格式 在VBA裡面 對應的那個屬性 叫Lumber Format Local 這個就是 按右鍵出的格式 自訂 其實就等同你 按右鍵出的格式 自訂 裡面的那個東西 那 也不用特別死背 因為Lumber FormatLocal很長嘛 你只要打一個N就可以了 它會提示給你 然後呢 你就選 你大概記一下 那也不是說完全不需要記 但是不用死背 點兩下 等於什麼呢 一樣雙引號 把剛剛的0放進去就可以了 剛剛我們不是有個制定對不對 以後如果說你要制定什麼格式 丟到某個儲存格的話 那寫法就是這樣的寫法 OK 好 當然我們不是要針對所有的儲存格 我們是要針對那個儲存格 所以把這個 這個瓜糊呢 再放到這裡面來 那這個可能要最後放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放了這個瓜糊之後 你點下去 它不會提示 OK 所以 為什麼最後放 大概原理原則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一邊輸出一個 一邊格式化 一邊輸出一個 一邊格式化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清除 我這邊寫個月考清除 實際上就是 空置串 把這邊先空置串輸出 然後呢 因為為了讓各位了解說 它那個效果的話 我先按F8 F8是主行 你會發現它會有個黃色 表示一行一行 那執行這一行的話呢 它輸出了 那執行這一行會怎麼樣呢 它格式化了 OK 然後呢 再輸出 再格式化 再輸出 再格式化 那其實我同學 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老師我可不可以上下兩行 顛倒 先格式化 再輸出 可不可以呢 就是這一行跟這一行 顛倒 對我想也可以 可以試試看 我印象中好像是可以 顛倒一下就好了 顛倒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行 選起來 放在它的前面 然後Enter 換行 兩個顛倒一下 因為是中段模式 所以可以改 也可以試一下 先格式化 格式化看不到了 再輸出 也OK 這兩個不是死的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 我們就可以全部輸出 就完工了 那兩個是可以顛倒的 OK 那這個是一邊輸出 一邊格式化 不過另外一種寫法 什麼寫法 就是 對用Range 就是呢 你如果 不要一個一個慢慢 一邊輸出 一邊格式化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這邊把它注解掉 另外一個方法用Range 什麼Range 就是你全部資料輸出完之後 再用Range Range 就是那個範圍 哪個範圍 你要告訴它 哪一個開頭哪一個結束 就是I的那個什麼呢 I2到I的最下面列 當然 最下面列 我前面好像有講 13號 13號 對對對 這不是2開始 I的最下面列 的話 End 有沒有 然後你把這個End 這個 這個東西 把它 複製到這邊 它就會自動去 I的最下面列 然後呢 不過Range 會比那個Sales 方便一點 它有刮符 點下去它會提示 但Sales不會 OK 這兩個物件的差別在這裡 OK 那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 這是它裡面的規則 那 它就是 也許它是把Range 獨立 成一個物件 那Sales 它是把它當成一個 子物件 所以子物件的話 當然處理起來 那個提示 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裡面 那一樣 你在這裡面 有個Number Format Logo 有沒有N 有沒有 也有 所以 這個 等於什麼 等於0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也可以 原理原則 應該了解 這個是一邊輸出 一邊格式化 那這個是 等到全部輸出之後 再把那個範圍 做格式化 結果一不一樣 當然一樣 OK 那哪一種方法比較好呢 對 沒錯 所以如果你要最佳化 通常還是用Range 會比Sales來得快 為什麼 因為Sales就是一個儲存格 做一次設定 一個儲存格做一個設定 當然 如果你支援量少 還感覺不出來 可是如果你支援量多的時候 哇 馬上這個效率 差了十萬八千里 OK 所以 基本上 不過這個小範圍 兩種我都有講 只是說 你們要了解兩者的差異 慢慢你可以比較出 哇 原來有些地方 我用Range來寫 效率真的好很多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 就是那個 我希望能夠有 按下去清除 然後 輸出的話 是輸出公式 這個雲端上其實也有答案 所以 其實也不用死背 上面都有 OK 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那個VBA 就是直接輸出結果 那所謂輸出結果是怎麼樣 我按下去 剛剛看到裡面是公式 可是如果我今天清掉 按下去之後 這個 裡面是什麼 最後的結果 OK 那當然相對的啦 表面上 其實說真的 沒有人 看得出到底差異 按這個跟按這個 你想 一模一樣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 存在Excel裡面的資料 它是存84.4 它是存這麼長一串 那如果以檔案大小來看 尤其之外讓很大的時候 哇那不得了 你那整個檔 奇怪怎麼這個檔這麼的龐大 沒辦法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公式 一堆 所以跑起來 第一個 會很臃腫 第二個 裡面當然效率也比較不好 所以當然兩者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也許怎麼做 我來畫面先畫給各位 那這個部分當然我盡量 我覺得這些都不複雜 而且程式也不多 那就是要了解它的原理原則 那以後你也比較知道 在什麼情況下 該怎麼用 不過如果一般 你這樣少 直接丟公式就好了 反正第一個 你先可以把問題解決 等到將來有時間的話 你再去想一想 VBA怎麼寫 所以你會發現 VBA程式永遠沒寫完的一天 因為你可以把它寫得更好 所以其實延伸性還蠻大的 所以上班如果你有多 就是你效率提高之後 當然你就會有比較多的時間去思考 VBA的程式 還有就是你效率如何再提高 然後讓程式能夠最佳化 相對的 所以以後你的工作效率 用的時間也就會越來越少 你在這方面的專業素養 我覺得也會提升 這應該也是 算是比較正向的 而不是說你一直在 花你自己的圖法令 你用圖法令 你永遠不會進步 但是你用VBA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空間還蠻大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講的那個 VBA的程式 先試著做做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果直接輸出的是公式的話 再來還有制定函數 該怎麼做 試一下